现在时间十八点整 轻松聊时事 规谐谈政治 欢迎收听 子鱼生活二三四 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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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子鱼生活二三四这部时间 我是朱祺琳 张晓柏 因为今天雨震有事情到台北去开会了 所以今天也是有一个人来带大家的朱祺 在这个朱祺 说到这个朱祺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的话题 当然是昨天的这个 国民党最后集团的国政发表会 这个国政发表会他围绕的主题就是这个 我觉得是对韩国瑜来讲很困难的议题 这个主题就是 经济财政环境还有这个能源 那这个议题其实昨天 记者他们发表会结束之后啊 我今天看这个新闻我就想说哇 这个韩国瑜真的是遇到了难题啊 那难怪这个 待会讲的东西其实都是让人家看到就觉得 哦 这个人真是没水准 没水准严无畏生啊 到底是在说什么啦 不管怎样 我们这个国伙伴这边 在推散这个罢免的罢党 还是持续在进行 那如果有今天晚上有这个 我们的持续朋友呢 想要来参加这个韩国瑜的罢免的话 也是可以到我们的 以下两个地方 可以找到这个台湾基金堂的 这个季冈 可以做这个街头联署罢免 那也是要拿着那些 因为今天漏洪嘛 所以外面这个天雨路滑 那大家在骑车开车的时候 走过路过千万要小心不要滑倒 那今天晚上在哪里呢 今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这段时间 在我们高雄的这个美术馆头前 美术东二路的这个门口 会有这个激进党的这个志工 在这边做罢免的联署 那如果说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是住在这个美术馆嘛 你要出门的时候 诶 刚好在下雨的话 没有关系 他们会把这个位置换到这个 美术东二路 这个美术南五街的这个路口 有一个旗楼 他们在那边啦 因为楼子嘛 大家都知道说 这些联署的旗港 其实很多人 他们都不是我们所谓的这个走路工 也不是党工 他们都是运用自己的下班时间 那就是一股热情 想要把高雄救回来啦 因为高雄真的是在这个家乎病房 想要把高雄救起来 所以他们都是下班时间 到这个街头 和这个台湾基金党家的人 做回来做这个联署 所以说真的是 如果遇到下雨的话 大家也是尽量小心不要感冒 主持人在这边提醒大家 OK 那除了这个美术馆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 今天晚上七点半到九点的时候 在那边高雄三多的大圆百 第三多大圆百 那如果说大圆百门口这边 大圆百跟我中三楼这边 那如果说也是努力 要怎样 他们会走到这个队面 就是那个宝雅 这个太平洋百货 跟星光三月边有一间宝雅 他们到这个宝雅头前的七楼 也是同样来做这个街头联署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高雄霸函 霸函行动如火如土的现场 如果我们有朋友 真的想要来为高雄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感觉是这样 有的时候你导导韩国语 那真的是 有时候真的就是被去年那个气势 那整个气势起来的时候 你真的有时候不知不觉 诶 你比较不在关心政治的人 有可能 你就会认为说 大家都说韩国语好 电视打开也是说韩国语 不然我导导他好 没关系 我真的觉得这个人 要勇敢的面对自己这个过去的一些错误嘛 投错就投错没关系 但是我们仍有一个机会 可以来重心 重心来这个把韩国语罢免 那行使我们这个民主的权利 我们也没有像这个联赏 这个联赏跟宋丛如那样的母体 算数之后 又去跟他们用战车去冲啦 我们没有像他们联赏之乱这么的无耻 但是我们就是行使我们的这个罢免权 要用这个在法律的这个选罢法的规范之下 我们来做这个合法的这个把韩国语罢免的这个行为啦 我感觉这是这个民主的一个表现 说回头啦 我们来说今天的主题 其实我今天本地 本地我要把我的背景换成这个洞房花族业的背景 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实在太红了 然后不太好 我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 不然的话我本来想要今天把背景换成洞房花族业 原因是因为这个韩国语 他在这个国阵发表里面就说什么 洞房花族业 到底有怎么会有政治人物会在这个政策发表会上面讲洞房花族业 我真的受不了啦 那我们先来从头开始先跟大家听众朋友报告 韩国语到底昨天在这个国阵发表会讲了什么 来一开始啦 一开始韩国语就先离题了啦 因为你这个主题是这个经济嘛 财政环境跟能源 其实它整个就是这个国家永续的几个基本要素 那结果呢 韩国语一开场就开始骂管宗敏的事件 这个管宗敏到底跟财政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想不到啦 一开始就在说管宗敏的事情 说了了开始在complain这个蔡英文政府嘛 说蔡英文让台湾的民主受到严重的伤害 要呼吁全民要擦亮眼睛 那在这个部分你就想说 奇怪叫你说财政叫你说钱 你不是很发大财 一开场就开始讲民主 这个东西怎么郭台铭怎么没有翻过去跟他说 接着国语啊 民主不能当饭吃的对不对 讲民主这样不好啦 那当然除了离题之外 终于讲完这个抱怨管宗敏的事情 那这个韩国语终于开始切入经济议题 他说虽然蔡英文在这里说经济好 但是人民没有这个感觉 因为政府这不是我说的哦 这是韩国语说的 韩国语说政府过度重视经济数字表现和成长 却忘了经济红利的分配 造成一个台湾两个世界 贫富差距大南北严重失衡 所以韩国语强调 他要用这个产业经济跟庶民经济 双引擎那要翻转平复 翻转这个南北平衡啊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哎 真有味道 因为过去是怎样 是怎样国语都很爱说什么 经济数字有起来 结果人民无感 原因其实是因为这件事啊 因为马英九任内的经济数字非常的差 马英九是双重的哦 马英九的状况是说哦 不只人民无感 连数字都非常的难看 那马英九在执政的过程当中 曾经有一度这个经济数字有起来 马英九自己又宣称啊 他又跟大家说什么 哦 你看我的这个民生消费额很高的啊 但是他都没说一件事 马英九任内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曾经民生消费额非常的高 那是因为这个消费性电子产品啊 你买相机 你买手机啊 你工会每天去买 没有嘛 但是那些手机 马英九拿出来说哦 你看我这个消费额也很高啊 表示这个人民其实都有消费能力 我们内需市场做得很好 但是他都没跟大家说啦 那时候是因为智慧型手机 包括很多这种3C产品 在全世界开始 因为全新的科技 全新的技术出来的时候 大家发现哦 我们生活有这个需求 所以你去购买所有的这种消费性电子产品 但是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每天买啊 你饭要每天吃 你不可能手机每天买嘛 所以那些东西一次性结束了 马上又是一个经济数字下滑的状况 那所以到了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国民都会常常在说 说一件事 他说哦 你购买英文 虽然说这个经济 收理有起来 但是人民没感觉啦 那些人民有感觉没感觉 我说这些东西都是很主观的 不要紧 我们不要将对人民有感还是无感这个东西 我们来讨论 但是我要强调一件事情 上个月刚报税啊 5月刚报税 人民有感还是无感 不是我这个主持人在这边说了算 但是上个月报税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大家因为这样 觉得说轻松很多 或甚至有退税跟往年不一样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 他记得很多汉粉 你们在报税的当下 绝对是自己心知肚明啦 当然这边因为我个人 我不是民进党的党员 所以我也不用替民进党改税太多 但是我相信大家自己心中有一把尺啦 数字上 经济数字上来 或者是台股在这个蔡英文执政的时候 有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诶 有破万点啊 对不对 那到底有感无感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澈啦 那我们来继续来攻击韩国瑜 昨天他的证件发表会提出来的东西 那韩国瑜他也提出来 因为昨天毕竟主题是这个财经嘛 那经济嘛 他就说啊 诶 我们应该来这个 迈向什么 迈向数位经济 全面展开FTA的谈判啦 那运用这个高科技啊 制津区 哦 听到了 听众朋友 韩国瑜又在讲制津区 他说啊 我们要用制津区 加值这个制造业啊 那青年要有创业要有愿景工程啊 那设立庶民基金 还有成立跨部会 共同绩效指标 叭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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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我就不要说了 说到这个制津区 我真的是整天都会了 因为先发生一件事 我们台湾的钢铁业 因为有跟越南的链钢厂合作案 那合作的过程 我们去向美国 因为美国也有生产钢铁嘛 所以你这个钢铁的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 哦 我们台南生 台湾生产啊 我们去越南生产啊 哦 我们卖去美国 你美国人都专门买卖的就好了 不可能嘛 因为美国那边 它也有自己本土的这些企业要成功啊 那所以那些企业当然会跟美国政府抱怨说 诶 你如果越南那边比较小的 这个钢铁的东西 不来美国 我这边是要探索啊 因为这个消架 双边消架竞争 你如果是老闆 你绝对是要比较小的东西嘛 那所以美国那边的钢厂就会抗议 那抗议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去找美国的商务部说 哎 你要查一下啊 对不 越南是怎么不来的 这些钢材和这些钢管 怎样都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怎样竞争啊 那美国商务部去查 那查完之后 他就发现说 哦 原来台湾的这个钢铁业 跟越南这边有这个习产地的嫌疑啊 而且它有跟中国还有关系啊 所以呢 这个美国商务部在7月3号的时候 就发布一则这个命令 就是要克 克这个相关的钢铁业 456%的这个关税 那这个关税的名称呢 就是说 哎 你这个东西 你有透过这个第三地加工的过程 来回避我原本要克的税 让我美国克不到税啊 那你既然这样 我原地本地要 可能你一个钢铁业里来 不然不然就一倍那些的费里来 我可能 靠你的税可能23% 24% 经济才会收你 但是你这个让我听到说 哦 原来你这个绕去别的 比较低廉价成本的地方 那去加工完之后 你本来是Made in China 你现在后来变成Made in 越南 Made in 台湾 这些东西 你卖来美国 不行 被我抓到了 本来克23的 不好意思 我现在要给你克456% 哦 百分之四百五十六 4.56倍呢 他要克这么高的这种 我们称之为惩罚性关税的东西 其实你这个东西你一听到 你就知道说 哎呀 那既然这样 如果我们今天帮这个中国的企业就做这种 哎 就是别的地方再加工 然后洗产地的动作 卖到美国去 会被克这样子的关税 但是今天他運气较好呢 只有钢铁业呢 那如果说 这个照韩国瑜这样讲 他要用这些说明 他要用高科技 制金区 加质制造业 其实就是加工 我说他要听他就是加工 但是他用这个 看起来很厉害的名字 他就是把中国那边 去给美国 去高关税的名字 拿来台湾加工 加工之后 又不去美国 变成台湾的 这样就回避那个关税 一来一往之间 可能还有一点这个理损 那所以韩国瑜讲的这个什么 加质制造业 会剩下的原因是因为 今天给人客456%关税 是因为他只有一个钢铁业 可是如果我们用制金区下去弄的话 整个全台湾所有的加工厂 不只是钢铁业 包含这个模具加工 还是什么这个金属加工 或者是这个木材什么的 他全部都会中标 只要美国商务部 他愿意一间一间一间去查 我们就会所有的产业全部都完蛋 因为我们的东西都卖不出去 而且甚至这个还有信任的问题 我们待会再来提到 为什么会有信任程度的问题 那我们继续来谈这个韩国瑜 他曾在这个国民党第三天 的这个国阵发表上面 他就来说 他说 他为什么要说钱 要说这个年金 那这个韩国瑜就批评 他说批评这个民进党的年金改革 他说他叫做 独眼龙改革 这就跟我们这件事 他你知道 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 这个独眼龙改革 他说这个 民进这个改革就像两双眼 一双眼睛 会破产的是这个截流的眼睛 那另外一只这个开源的眼睛没有打开 所以这个开眼截流是很重要 两只眼睛都要打开 开源截流到底为什么要用眼睛来比喻 我实在想 总而言之 韩市长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说 开源跟截流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年金改革不能只有截流 你不能去说 我们今天不发了 或发少一点来截流 可是我们都不去帮这个年金找财源 拜托个 那些年金不是从天顶落下来 年金是军公交 老的要缴 年轻的要缴 问题是现在少子话 我问韩国瑜一件事就好 你要去哪里找这么多公务员来缴 还是你韩国瑜要缴 还是你高雄市政府要缴 你高雄市政府今年编列的公务员的 这个招考的名额有变多吗 你说开源截流 截流我当然了 我相信韩市长也当然了 但是开源的部分 这些年金是大家这样拉拉拉 大家你缴我缴 然后变成一笔这个基金 那大家来发嘛 那年金要永续这件事情 你一定不能说头重脚轻嘛 上面人缴的少 然后底下的人缴的多 然后上面的人领的多 底下的人领的少 你不可能这样嘛 因为你在看是一个国家永续的发展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讲开源 那请问你是要拿大家的年金去做投资吗 在这个投资的部分 原本我们就有在作为的六大基金 原本我们的年金就有在做这种投资的行为啊 那所以我不懂这个韩市长他讲说什么开源截流 那到底 实在上面你要怎么拿这些年金来做开源的动作 你是要叫大家较多吗 大家知道这年金改革的时候 其实很多这种年轻的军工教其实是非常支持的哦 年轻的公务人员是非常支持的哦 因为对他们来说 诶 啊我考上公务员对不对 啊台湾之前 马英九年代的时候景气不好 啊大家拼死拼我 要考公务员 啊考上公务员之后 你跟我说哦 这个年金哦 可能有一天会倒呢 原因是因为老的林太多了 诶 这样也不行啊对不对 对他们大家来讲哦 今天不是沾对这些 这些年轻的更多的公务人员 原因是因为政府设计这些制度的时候 对的好 这些较老的公务人员变成帮凶了 所以说不是这些人的问题 是其实是整个制度不好嘛 啊近年制度不好 也要快就带一门来做这些年金改革哦 所以说这件事其实到 陈水扁马英九其实都曾经想要来推动 那陈水扁年代是因为这个立法院 时事比较少了没法做嘛 啊马英九这边的时事 啊马英九你的时事就比较多了 你也没要做了 没要做了 你会变成带一门来做 大家就带一门去 所以我每天看到这个国民党 每天在公务政策的时候 我都觉得那就像什么 啊像这个民进党在那里拉本舍 啊国民党正经八当在那里拉本舍 一直拉一直拉 也不是八当啊他几十当啊 过去这个这个 中概就来台湾的时候 开始拉本舍一直拉一直拉 好啊等了到陈水扁 在那里拉本舍 拉不清 啊马英九就继续八当 继续担 担 担到这个蔡英文这边 他想说哦 没关系不行不行 这年已经要破散了 我还要趕快来担担 啊担到一半 啊国民党就出来跟他说 诶你这样 你叫本舍要担 是在做什么啊 啊哪里叫他担 你这个人是在拖人 对哦 所以这个 整个情形就像这样啦 就是一个 叫本舍的人 去让他等本舍的人 命啊 这个我请问一下 我们的听众朋友 你敢听下去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东西 不好啦哦 如果国民党每次在讨论政策的时候 我们就去看 他之前 全面执政 他在做什么 他在做这些事情 没有啊 所以说今天我看到这个 我记得郭平洞掌底 记得昨天在这个国政论坛上面 然后在发表这些经济政策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很好笑 因为他们讲的东西 比较有道理 我必须同意他们讲 有比较有道理的部分 但是 比较有道理的部分 待会也会来介绍 比较有道理的部分 蔡英文早就在做了 那比较没有道理的部分 比方就像刚刚这个韩市长讲的 他要搞置金区 你要选总统 之前置金区 你们国民党要推的话 为什么不在马英九时代推呢 你不知道要进行美洲贸易战吗 利用资金区 你摆明就是要跟美国讲说 我们要帮中国洗产地嘛 那你真的觉得 这种行为是OK的吗 你真的觉得美国会接受吗 啊 甚至说 这个我看到这个韩 不关系韩国语 还是这个郭台铭 他都有说事情 他说这个要全面展开 这个FTA谈判 那我们下一段时间 我们下一段会来解释 为什么这个FTA谈判会有一些问题 那当然这个讲到年金改革 其实啦 年金改革完之后 那当然他的最主要核心 还是在于经济政策嘛 因为你已经是这个政府的年金 但是 你整个国家不是完全存在这个公布另外 你还是有劳工在啊 对不对 那讲到劳工的部分 哦 韩市长 真的就厉害了啦 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全中华民国最强 最屌最厉害的这个经济政策 庶民经济到底多厉害 这个韩市长竟然讲什么呢 他说 他要来大力推动 所谓的庶民经济的希望工程 第一 他要来生理所有的这个庶民经济的这个基金 帮助中小企业 中南部的农渔民 妇女中低收入户 然后振兴庶民经济 来 我问大家 是怎么他要说中南部农渔民 请问北部是没农渔民 你不是说你要这个翻转南北结构吗 结果你连我们的这个 整个产业到底在哪里 你也搞不清楚 那OK再继续啦 那韩国瑜还提到啦 提到一件事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他说 几十年前啊 客厅集工厂 他在说这个60年代 七年代那个时候的这个代工经济的时候 他说 那个时候客厅集工厂 家家户户都在搞手工业 各种加工如火如荼 那家里的这个圣诞灯啦 人造花啦 我们那个时候充经济啦 就是在这样充的啦 那我们这个庶民经济 现在呢 那个时候的庶民经济 对他来说他的庶民经济 你想要多赚 是因为 你必须要这样才能够获得温饱 OK 那韩市长就说啦 他说那个时候的庶民经济呢 现在 已经成为绝对的弱势啦 所以这个政府一定要来做 说到这样 我真的是有点血压高 我觉得我应该要进个广告 怎么会有人在 2019年 准备要做2020总统大选的 这个国政发表会上 在讲说 我们要拼1960年代的 加工经济 我们听众朋友 我们先进去的说就好了 我倒不掉了 我应该就是 在窗户一下 这个 这个总统候选人 到底在说什么 我觉得任何 人家联合节有讨厌啦 甚至你有讨厌国小就好了 都要 真的是要看清楚 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鬼东西 怎么会有人 已经2020年了呢 然后你希望台湾倒退50年 去做1960年的事情 我们先进行广告 未来之后我们来分析 为什么这样不可以 小时都变 人生无常 有的人是为了 亲情 需要 身体在欢乐 所有的欢乐 在这里有一个 最好的方法 要跟你们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花香文 我们如果要睡前 花香让自己的 完成在住 周深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便悔自己结缘 痛切三三五 数理三三 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 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 我也是啊 年纪大了 走路很不舒服 保养变得很重要 擦的葡萄糖胺产品 让你随时更方便 全用来自 纯净无污染的 纽西兰奇迹之辈 清口一辈萃取物 现在葡萄糖胺MSM 关乎乳膏 特价游会周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互播 0809 092 898 快上网搜寻 快乐爱台湾 火波0809 092 898 阿乐 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 你有好建议吗 那就找全球租车啊 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令厂商 全台专业附驾 各种车种 包含里车 轿车 休旅车 大巴 中巴 小巴 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 哇 那实在是太棒了 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咯 商务接送 旅游接驳 专业包车 就找全球租车 电话07813-3402 813-3402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 欢迎回来 子余生活234 这部时间 我是朱麒麟张晓博 因为今天 今天这个穿的 主持人穿的衣服 非常的业配 然后业配风非常的重 因为我今天 穿的这个衣服 如果看线上直播的朋友 可以看到我衣服上 有这个一排英文字 然后是这个 Keep angry and the fuck KMT 那如果你对这衣服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去找 我晚点会把这个连结贴给大家 那这件衣服 其实算是现在蛮夯的一件 就是这个反国民党的衣服 因为去年寒流起来的时候 其实 大街小巷 很多人都在想问 在穿那个KMT 那个衣服 马英九也在穿 朱立伦也在穿 然后整个国民党的创意仿佛 就只剩下那件衣服 因为其他的创意都死亡了 你知道吗 那当然 有KMT 当然也有反KMT 那当然 这个我身上穿的这件就是 这个反KMT 它就是 英文是 Keep angry and the fuck KMT 继续宝起你的怨怨啦 然后继续 举KMT啦 当然我们不能使用这个国罵 我们就说这个举KMT 那当然这个 我认为 因为真的 我们去看国民党的历史 其实它长期就是站在 台湾民主的对立面嘛 所以你身为一个台湾 你一出事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站在民主对面的政党 就跌交到一项好而已 不是吗 所以我这里来说什么 说 国民党没回到台湾就不好嘛 是怎样 你既然台灣是民主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穩存一個違反的政黨 站在我們的對立面 而且還可以參與 整個民主的遊戲規則 這是不合理的事情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一段 是因為 國民黨過去威權的年代是什麼時候 1960 1960剛好跟誰連在一起 跟韓國瑜的庶民經濟代工體 連在一起 原因是因為 韓國瑜昨天在國政會議的 國政發表上 因為國民黨有辦這種三場的 國政的這種 算是民調的 讓大家上來講他們的總統政見 國民黨自己的初選 其實第三條 說到經濟 說到財政 那這個韓總真的是厲害 上演穿越劇 我昨天以為在看 不知道是延禧攻略還是什麼 延禧攻略不知道有沒有穿越 因為我比較沒在看這個收尾的中國劇 那OK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韓國瑜講說 當年這個家家戶戶手工業 而且他家庭集工廠 客廳集工廠 那麼大家都在拼經濟 我覺得韓市長 這個 其實與此同時 我們懸台灣所有的聽眾朋友 都是因為剛拼完經濟 正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不是說只有那個時候在家裡做代工 才叫拼經濟 隨時都可以在拼經濟 那你到底為什麼會把庶民經濟 跟當年的這個加工搞在一起 我實在是不懂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韓市長最後面講了一句話 他說政府一定要來做 因為庶民經濟已經成為絕對弱勢 那當然這句話講完之後 在網路上真的被 讓我們所有的網友 真的是罵翻了 連國民黨自己人都看不下去 因為國民黨裡面也有些這些的黨國精英 對於這些人跟他說 拜託 你在講什麼 你要選舉的人 你現在在講50年前的經濟政策 你瘋了嗎 你要講你也講十大建設 你怎麼會講代工經濟呢 那很多人就罵他說 原來家庭代工才是台灣的未來 那也有人說 這個是電視笑話冠軍 那也有人來說 韓島要大家來做代工 乾脆回到石器時代算了 這張罪庶民 那也有人說 代工做起來庶民發大財 所以我覺得昨天這個 為什麼我一開始在剛剛六點的時候 我講說今天這場主題是韓國瑜的造門 原因很簡單的啊 拼經濟發大財這些東西 也當是巧合 但是真的 我們對這個財政 對這個經濟的問題 我們來研究的時候 你們就發現說 韓國瑜已經拼空了 它其實就是草包啊 就是草包 OK 剛講的那些東西 除了草包 我真的想不到別的形容詞 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其實草啊 草底 記得國政會議上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其實韓國瑜非常的保守耶 因為 第一啦 昨天那一場是中天轉播 韓國瑜的大本音 他大可打開天窗說幹話嘛對不對 打開天窗開始 就是講各種的標題 然後就是講各種唬爛的話 但是我們發現 韓國瑜 有沒有 他開始低頭看稿 因為昨天是經濟 他其實真的不太熟 所以他昨天看稿的次數非常的高 然後 講的東西其實也非常的保守 那偶爾就是穿插一些這個韓式口號 比方說 洞房花竹葉啊 然後什麼家庭代工啊 這種來娛樂大家 但只是說 我們就會發現 原來講到經濟的時候 韓市長真的不太行 而且他講說什麼這種 十幾年前 家家客戶家家戶戶都是工廠的東西 韓市長 21世紀了 網路都已經不知道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連郭台銘都知道說 代工經濟是把一群人 call在這個大工廠裡面 做這種大量製造大量生產 結果你竟然還在講家庭代工 所以講到這邊 我們就會發現說 要唬爛 真的郭台銘比你好像要唬爛多了 而且人家這個Terry哥 我拜託 他都在中國幾百萬人 在做這種大量生產的東西 你還在說這些家庭代工 其實我如果是郭台銘 我真的就會覺得 到底在講什麼啦 真的 而且我們大家注意一下 1960年代是什麼 政府那個時候 陸陸續續的 在全台灣設置所謂的 加工出口區嘛 因為美國那邊要讓我們拼堂嘛 在台灣這裡做這台新散嘛 用這種外銷出口免稅的方式 那吸引非常多的這個外資到台灣來投資嘛 但是 你東西齁 你要賣的出去 他不是說 我製造 比方說我製造一台玩具齁 我製造小博手上的這個iPhone 做完了我想要賣 就會有人來跟你買喔 不是喔 你必須要什麼 你必須要你東西 這個價錢要嫁啊 不然人們想要買你的名字 我一樣有iPhone 我一樣有iPhone到華為 我想要買華為 那些人 那些人要買華為 不顧國家安全要買華為 是因為華為便宜嘛 OK 那為什麼當年我們想要做代工 那東西就賣得出去 好那價格要低 那價格低要怎麼辦 你作為一個老闆 你東西嫁嫁出去要嫁 你必須要 啊你要壓縮你的營業成本 那怎麼辦 當然是壓縮勞工的成本啊 但是我們的教科書 從來不會告訴過我們說 加工出口區那些輝煌的年代 所謂的經濟奇蹟 是因為靠台灣是當年東南亞最便宜 最糟糕的勞工 完全沒在說這塊啊 所以我們都會發現什麼 當先說政府不斷的吹噓說 國民黨都會拚經濟啊 孫運璇李國鼎那邊技術官僚 那裡有的沒有的 也會說什麼經濟神話 但是他們從來不告訴你 經濟神話是靠勞工拚出來的啦 不是靠技術官僚拚出來的啦 技術官僚是一支創作而已 他也不在做代工啊 他也不在真的在工廠裡面 生活過了 他比較知道 知道一口好漢字了 所以說其實我們就會發現說 當年的這個勞力 當年這些產業 本來就是所謂的勞力密集產業 可是我們記住了政府 記住了企業家 可是我們卻忘記了 當年在那邊辛苦工作的人 比方說我們以紡織業來講 以胖子來講啦 紡織業當年真的是很夯的一個產業 真的替台灣賺了不少的外匯 那以紡織業 因為你愛做一個工廠 所有的勞力密集 你絕對有很多很多的工嘛 那當時其實他們的首選是什麼 就是女工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社會會認為說 女性在穿針引線比較細心 男性就不行了 但是我們先不管當年有當年的時代背景 我們先不要說性別這塊 但是當年真的有 當年真的有很多 我們所謂的這些女工 那全部都進到這個加工區 來做這個紡織的動作 那這邊有查到一筆資料是說 以高雄的加工出口區為例 加工出口區成立第二年 園區內11萬名勞工 其中女性就高達了10萬人 哇塞 這真的這個數字很恐怖 這整個都是這個 女性竟然高達了10萬人 11萬人裡面有10萬是女性 然後這很恐怖的 但是我跟大家說 就是我們這樣說這些東西 其實都看到 我們都看到經濟數字嘛 那看到這個拼經濟 那我想問一下大家 韓國瑜在她昨天的國政發表會 一開始她就說 蔡英文有經濟數字 但是她沒有把這個經濟果實做公平的分配嘛 因為拼經濟不如你拼分配嘛 OK 我同意這個韓國瑜的這個方 我同意這件事情 我們分配很重要 拼數字很重要 但是分配更重要 但是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環頭來看看國民黨那時候 那個說自己那邊拼經濟 說十大建設說經濟奇蹟對不對 好啊 我們來看看銀鋼有把這些經濟果實 分配給當年的這些辛苦的加工出口區的勞工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啊 OK 而且那時候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所謂的一個時代背景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從政治上面去看 我們也不一定要從這個財經上面去看 民生去看 其實我們也可以 可以從當時的一些藝文創作去看 比如說有一條很有名的歌 叫做古魯的願望 很多人都有唱過一條歌 我個人也很喜歡這條歌 但是這條歌大家都知道 這條歌古魯的願望 其實它就是在講 當年 國民黨受過加工出口區的 它不照顧農民 它透過加工出口區 把農民的人口全部趕到大都市 去做當時的國策 也就是代工經濟的時候 其實鄉下的時候 當年的鄉下 很多的音樂其實就是在講當年的故事 我們其實在講的期間 我們都看到 好像是一個很棒的經濟數字 經濟起飛 那有什麼不好 但是我們都沒有想到說 它其實背後經歷了非常多的 這個很辛苦的過程 為什麼說很辛苦 我們來看這個國族的願望 這條歌 它有一個歌詞 是這樣說的 人家在講這個環化土地 台北從哪裡去 我們就是沒有 以外科連的努力 自小的行動來離開北部的神秘 雖然沒有人帶我們安排將來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人帶他安排 原因是因為他必須要來去 土地做到這個努力 要來對過日子 所以也來安慰自己信賴的這個虛蜜 因為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條歌 那原因是因為說 其實你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 他那時候的這些背景資料 其實 他那個背景就是在講說 當年因為農村破產 因為國家政策是這樣 那所以當時很多這個女性 她必須要這樣子 離鄉背景來到大都市 就為了找一個工作 然後養活自己 而且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並沒有未來的這些幾位 他沒有辦法計劃自己 比方說現在年輕人 會講什麼斜槓青年 然後 你必須說你畢業之後 你想要去哪裡做討論 你有沒有什麼人生規劃 多元發展嘛 但是在那年代是沒有的 那年代 對政府來說 對這些人來說就是 你做人的女兒 好 你出去之後 可能你就是必須要去工場 做這些女工 但是你的未來在哪裡 你會跟誰人結婚 你人心 你想要做什麼 不好意思沒有選擇 就是女工 其實很多時候是這樣 所以 比方說這個 高路的環房 他後面還有另外一段 一段歌詞是這樣 他說請求問家的門口 會扮公 扮公的阿伯 人家在說一間工場 哪有要用人 阿伯 我們少年都不知道 哪補行 但是 這個 這個 其實 我不知道這段 這句話要怎麼念 但是就是說 人家賜沒有這個 也就要拎來 三年沒有 當然要拎來 因為 有一天會找到這些幸福 其實我會覺得說 其實看到這個都是 都會認為說原來 當時真的非常多的人 他們為了要分擔他們的家計 那就放棄升學 然後來到什麼 來到陌生的都市 那以自己的青春跟血淚換得一份 能夠虎口的工作 但是這些人 他們彼生 他們自己的未來 彼生 甚至說那時候 很多的這些工 不一定是放棄 他說有很多是集中化學的 比方說 這個可能是日本 他們那天淘汰了一些技術 要來台灣這邊生產 污染可能是相對大的 那這些東西 他們在犧牲 他們的人生的過程 可能也因此 吸入了不少這種污染 比方說這個之前 桃園也有這個 飛鴿還是 飛鴿的電子廠吧 RCA的這些女工 其實他們都是 在加工出口區年代 都曾經 因為這個 算是職業 也非常嚴重的職業災害 但是政府有跟他們講 沒有 對政府來說 政府不斷的在賣弄 不斷的在吹噓 這些經濟數字的同時 誰去照顧過這些 照顧過這些 曾經為了國家 奉獻他們生命的這些勞工 所以說政府 常常我現在看到 什麼軍公交跟勞工對立 我看到這些名字 我都想說 拜託一下 對立也是你政府不出來 那時候國民黨政府 你對軍公交 你對軍公交照顧有些 你把這些勞工 放在這些 所謂的 我們稱之為自由市場 讓他們自己去 找工作 也不能主公會 爭取權利 然後你還想說什麼 軍公交跟勞工對立 不好意思啊 對立就是你製造出來的 不是嗎 所以我看到這個 我認為說 既然你韓國瑜這麼有勇氣 敢講說庶民經濟 那敢講1960年代 加工什麼什麼 我就問大家一句話 這些為了台灣經濟發展 然後犧牲的這些人 請問韓國瑜有沒有 有沒有要照顧這些人 還是你在意你的庶民經濟 但是 比較悲哀的 我覺得比較悲哀的部分是說 這些韓國瑜在怕家庭 還是會有人會吃這一套 什麼啦 就是韓粉 因為韓粉 記得會比較吃這一套 是因為我們會發現說 韓粉的年齡層高度 集中在所謂的 加工出口去成長 這些所謂的中產階級裡面 那這些人 他們也不是壞 也不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 他們就是因為 他們比較習慣 他們曾經養育 他們長大 當時那個社會氛圍 那所以當韓國瑜跟他們講說 我要這個庶民經濟 我們要回到當年的龍井什麼的時候 對這些人來說 因為他們沒有關係社會的變遷 他們沒有關係說 時代有在變 社會有在進步 所以對他們來說 可能某一個程度 他們的認為說 喔 其實那個年代好像 比較好 至少我也這個 好像有經濟起飛 也不用擔心說 這個中共會打過來 還是什麼 就好像是 他們比較習慣這些東西 他們沒辦法適應社會的變遷 所以說 其實韓市長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只要丟了一個 讓他們好像可以回到過去的那個感覺 放一個夢給他們去做 那他們其實就會 覺得說 韓市長好像很棒 不過我想要問大家一件事情 你看看 這裡的反年街的人 你這裡的反年街 其實某些程度 很多這裡的中年人 其實 他們的退休生活過得不好嗎 其實也沒有不好啊 其實也沒有 其實真的也沒有不好啊 這些人沒有學貸 沒有房貸 沒有車貸 也沒有爸媽要養啊 但是對於我們年輕人來說 如果你們這些人 全部跑去支持韓國瑜的時候 韓國瑜的政策做出來 就會是對年輕人不利啊 那我當然是要大力的鼓吹說 我們的年輕人應該要站出來 你只要是我們台灣的年輕人 你本來就應該站出來翻韓啊 因為韓國瑜在做什麼 韓國瑜在補的東西 今天庶民經濟這件事 已經很明顯了嘛 韓國瑜在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讓台灣在不斷的倒退啊 回到 他們那個年代的中年人 覺得台灣好棒 覺得中華民國好棒棒 覺得安全的時代 可是那個時代 我想請問一下 各位我們年輕的這個聽眾朋友 那個時代對年輕人是有利的嘛 那個時代不就大家 剛剛我有介紹 就是說我們真的很多那時候 那時候的女性 那他們可能一出社會 馬上就必須要去工廠 甚至他們根本就連讀書的機會沒有 他們就要去工廠代工 那成為這個 國民黨拼經濟之下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經濟數字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看到韓國瑜在說這個庶民經濟 然後原來是代工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其實是 某個程度上是在呼喚 他都知道自己的選票在哪裡 他很清楚 我剛剛很清楚 他都知道自己的選票在哪裡 所以他講出來的話 其實都是在呼喚 當年在這個過程當中 曾經覺得比較安全 比較OK的人 到底誰2020還會拿家庭代工出來講 其實會支持他的人很簡單 就是什麼 你完全對創英文心存不滿的人 那韓國瑜只要給你一個理由 比方說 當年有拼經濟 為什麼現在沒有家庭代工 那這些人就會完全的相信說 欸 對啊 有道理 當年不是家庭機工廠嗎 這怎麼好像都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的經濟機 漆機好像沒有了 但是這些人都沒去想過說 拜託 我想問大家 請問 現在此時此刻 大家沒有拼經濟嗎 大家沒有為了生活 忙得要死嗎 為什麼要回到1960 到底是 我們到底是拼什麼東西 而且 再來我們一件事情 韓國瑜講的那些東西 韓國瑜 在說什麼 經濟啊 產業啊 我問大家就好了 在高雄 我們高雄 在地高雄 最清楚 這半年來 韓國瑜有沒有在高雄 兌現任何一個 他曾經講過的產業政策 沒有 既然沒有的話 你現在高雄不對線 你跑去中央畫大餅 那請問 各位聽眾朋友 我們為什麼要相信他 我們到底憑什麼相信他 這個憑什麼不是這個 帶有這個負面意行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相信人 我們要有一個根據啊 那 請問這個 大家相信韓國瑜的根據是什麼 我們找不到啊 沒有啊 他在高雄都做不好了 他走到中央說 我中央很多政策 我的國家政策 怎麼怎麼怎麼 庶民經濟 拜託一下 他在高雄都做不好了 你跑去中央做 我會比較好 OK 我們先進一個講過 講過之後 我們繼續回來說這個 郭台銘 你在喝什麼飲料啊 這麼津津有味的 什麼 你不知道最近最夯的 手搖飲料店 推出以國產特色好茶 搭配台灣在地 鳳梨等水果 調製而成的新飲品嗎 其中啊 還包括了新鮮好喝的 動影調茶呢 很特別呢 通通啊 都是國產原料做的哦 你來你來 趕快試試看 哇 有夠好喝的啦 今年夏天就等這一杯啊 你不是有朋友開飲料店嗎 可以報名參加農家署舉辦的 國產農產品手搖飲料比賽 分別有種下鳳梨 香醇好茶 與豆香幸福三組 4月30號前 向台灣優良農產品發展協會報名 報名電話 02-2356-7417 02-2356-7417 獎項很優哦 讚讚讚 這也符合 吃在壁吃當季 追求天然跟健康的消費趨勢 我一定叫他去參加 國產農產品手搖飲料比賽 鼓勵業者以國產鳳梨 茶葉大豆為原料 開發具有創意特色的手搖飲料 同時提供消費者 可以享受到新鮮 安全又安心的 國產優質水果和茶 以及豆奶飲料 以上是農糧鼠廣告 快到電報棒 快到狗狗瓶 97.5 快到昆加南 92.3 快到大台中 89.5 快到大台北 89.3 快到華東 98.3 快到佩鵝 96.7 快到紅蝦 91.3 快到台灣 政策武漢 快到聯報棒 快到台灣 政策武漢 快到聯報棒 歡迎回來子瑜生活234 這部時間 我是主持人張曉博 OK 最後一節 本來一開始 本來剛剛是設定說 這集要跟大家聊一下郭台銘 不過因為剛剛進廣告的時間 不小心看到一個讓我很火大的文宣 也不是火大 就是這個 好像有韓粉發動 所謂的7月6號 要來挺韓的這個高雄觀光日 我認為很好的來高雄七頭絕對是很歡迎的 真的完全我們不會拒絕任何一個可以發 賺這個觀光財 並且行銷高雄的機會 但是我覺得他後面有寫說 這個請大家要穿上國旗衣 戴上小國旗 高雄吃喝玩樂 挺韓國瑜 這我就想不到 為什麼我要到高雄來做這個觀光 我必須要穿上國旗衣 戴上小國旗 那這不就是造勢嗎 我想請問聽眾朋友 韓國瑜是在高雄當四年的市長 還是當一輩子的市長 當然是四年 那既然當四年的市長 你的觀光政策 為什麼會圍繞著挺韓呢 你應該是挺高雄吧 所以說現在看到這麼多的東西 我認為潘恆遜怎麼在一個無社會 為什麼高雄的觀光政策 要跟韓國瑜這個市長掛鉤呢 怎麼會是這樣 我們高雄 高雄應該是以一個高雄 永續發展來說 你任何一個旗衆 你最多就做八年 陳曲那時候因為有縣市合併 他到12年OK 但是不管 市長會離開高雄市的美 跟高雄市的故事 以及高雄市的歷史會留下 那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高雄觀光 他必須要跟韓國瑜變什麼 國旗衣 國旗帽 然後國旗公仔 我真的想不到 應該你到底是新中在想的是高雄 還是新中在想的是韓國瑜 如果你新中在想韓國瑜 OK啊 那我歡迎韓國瑜到別的縣市去當市長 那請他趕快離開高雄界的地方嘛 因為高雄進度是在說 剛才1960年代不是在說 庶民經濟嗎 講說這個客廳及工廠嘛 那我們從那個年代慢慢的高雄 做這麼長時間的這個城市轉型 好不容易到了今天 2019年 結果韓國瑜來了又在跟我們含說50年前的事情 好 真的無法接受 然後我講的這句話 原因是因為我要強調高雄現在還是在一個工業轉型 來成為一個比較 比較這個適合居住啊 那污染啊 產業啊 整個都還在轉型當中的一個城市 但是我們要記住一件事情 韓國瑜最多最多就是在高雄當八年 但我相信明年他就會被罷免了 他不管怎樣 要留在高雄的要傳承下去的東西 不是韓國瑜 不是難免國旗 是我們整個高雄市的 整個歷史的企業 包括到我們高雄市的這些工業轉型 之後 繞樓下來的這些東西 可以讓我們高雄市民 津津樂道的這些 世景小民的故事 還是一些文化 愛河的歷史啊 愛河邊 大家知道愛河邊以前也有愛河產業鏈 這個旧的市政府後面 以前是這個流氧簽的 這些東西高雄的歷史的故事 有的人知道 有的人去考察 有這些市政府 有想把他重新包裝變成高雄的賣點 沒有啊 韓國瑜只打算在愛河旁邊插一支摩天輪 然後就說這個叫做愛情產業鏈 一看 知道說台北來的 不知道高雄的故事的人 不知道是在無社會 但是說到這個愛情產業鏈 當然這邊跟聽眾朋友補充報告一件事 就是我今天一開始本來要在我們的背板 這個現場臉書直播的背板 放上這個洞房花竹葉的照片 原因是因為韓市長昨天啊 又在他的這個國政發表會上面講啊 他說選舉跟洞房花竹葉完全不一樣 選舉靠別人 洞房花竹葉要靠自己 到底誰會在國政會議上面講洞房花竹葉 我真的快崩潰了 天啊 聽眾朋友 到底什麼人會在國政發表會上面 你說這些五四三啊 你當中是去洞房還是爬妹嗎 我真的受不了啦 而且你知道嗎 我後來才去找這個資料 我才發現說韓國瑜不是第一次講洞房花竹葉 他在今年四月出席馬英九的這個 從政台灣競爭力會議 那時候馬英九還有很多國民黨大佬 包括郭台銘也在現場 韓國瑜在那個時候就講過了 他說齁 什麼是愛情 到底誰會在競爭力論壇講愛情 什麼是愛情 愛情不就是費盡一切千辛萬苦 最後希望能夠洞房花竹葉 這個叫愛情 我想因為那個照片齁 其實是韓國瑜旁邊站馬英 做馬英九跟做郭台銘 然後另外一邊是朱立倫 我相信在座所有的人臉上都 就是一副你是說什麼 你是說什麼小朋友 你什麼叫人家來說什麼 原作論壇台灣競爭力論壇 你在那裡說什麼叫做洞房花竹葉 就是什麼叫做愛情 真的是無法接受 那當然在查這個專題的過程 我必須還是要跟大家講韓國瑜到底有多扯 韓國瑜這個非常的喜歡用 愛情啊 女生啊 陪睡啊 這種充滿就是跟跟性 或者是跟這種就是爬妹妹這種有關係的詞彙 比方說什麼 他喜歡講第一太監 他還講過壯陽 喜歡講憋山 喜歡講屁眼 還講過瑪莉亞 喜歡講 還講過培睡 講過子婦為婚 他還講過台獨是美獨 然後甚至是之前有被問到這個勞資對立問題的時候 韓國瑜的比喻叫做 嘴對嘴 心對嘴 心對心 人與人有三種交往方式 這個 我真的不知道這個人是在做這個搞笑藝人 還是在當高雄市長 如果說這個韓粉能夠接受一個政治人物是這麼輕薄 這一開嘴屁嘴不是女人就是性的話 我真的覺得就是 好啦 那你們就真的是值得這樣的市長 如果你們的標準就這麼低 那我相信你們選出這樣的市長 你們也是OK啊 我絕對尊重民意 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在投票的時候 他的投票行為都會反映出他的民主素質 那如果你的民主素質 甚至你的投票 你是肯定這樣子的市長 那我當然是高度尊重 我不會去跟他們說 台瀚粉就是沒有水準 沒有影響 我不會啦 我其實是比較少在說這些 我如果是有的時候在說 那是金屬性的 但是 某些程度我認為我要尊重 如果他們的民主素質 就是覺得韓國瑜是跟他們match match 那OK啊 那如果大家是這樣 那就算了 因為之前四月韓國瑜到這個美國的史丹佛大學演講的時候 說到這個中美日的關係的時候 他也是用男生追女生的方式來比喻 他說什麼 這個台灣就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 皮膚好 眼睛大 水汪汪的 有三個男的想追 中美日都想追 我真的覺得 我就受夠了 我覺得大家趕快 今天晚上在高雄 在這個高雄大圓百 有這個霸免韓國瑜的攤位請 各位聽眾朋友 高雄大圓百跟這個美術館都有 大免韓國瑜的攤位請 各位聽眾朋友趕快 聽到這邊 我真的覺得如果大家受不了了 趕快乘客就出門了 我們趕快去拿這個霸免攤位 趕快去拿這個霸免連署書 把這個封了這個 不知道是怎麼樣 怎麼搞的這個市長把它換下來 我真的沒辦法理解這個市長的消息 在這個政黨 政黨 這個十八年 十七年 結果回來之後 他的滿嘴就是 這種心三色的東西 我在想 因為這個韓市長之前選舉的政見 不是賽馬 就是賭場 不然就是什麼拋袖球 還有愛情摩天倫 對不對 黃毒毒 除了毒之外 黃根毒都有了 那 聽說他這段時間又跑去中國 跑去澳門逍遙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那兒學派 還是什麼 問題就是他頭部 就是這些東西 OK 最後一段時間 我們來講 韓國瑜的 郭台銘的部分 因為昨天很有趣 昨天是這樣 郭台銘 他是主張 這個0到6歲 國家養 那韓市長也不甘示弱 韓市長就說 那65歲以上 這個爸媽 國家幫你養 減少年輕人的負擔 那我在想說 會 既然0到6歲 郭台銘要養 65歲以上 韓國瑜要養 如果我是朱立倫 我就說 7歲到64歲我來養 我看有沒有人敢下這個賭注 因為中間這個range比較大 那 既然 前段跟後段 年輕跟老人 幼兒跟這個老人都有人養 那不然我們看有沒有郭面長 有沒有要認領這個中間的部分 這真的很荒謬 因為郭台銘 他講他的經濟政策 說難聽一點 他也沒有提出一個實際的數據 到底 我們這個錢要怎麼來 他只講說什麼 他都講說如果錢不夠 他會想辦法出 再所不辭 欸 不是這樣吧 你郭台銘 你的錢是多少 你知道一年政府運作要多少錢嗎 你以為這些養育政策不夠 你們公司可以幫你們存嗎 那我問一下 你郭台銘不是前陣子信誓旦旦的說 你已經把鴻海交棒了嗎 那請問你錢哪裡來 不是嗎 你有辦法做總統兼董事長嗎 那既然不行的話 為什麼你當上總統之後 財政的缺口會有你出 你是 你一個月的薪水是幾千萬嗎 好 所以說這個 我跟郭台銘在說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都會反映出一件事情 就是他還是那個所謂的 爭議人的思維 他其實對國家的這個經營 其實沒有 不這麼擅長 那也不太了解 國家財政怎麼運作 他包括他馬上 就被這個朱立倫打臉說 六大基金要專款專用啦 不是說你今天想要補貼哪裡 你就能補貼哪裡 這個朱立倫當然不愧是政壇老將 他對這種金錢的調度或政策上 他可能相對 相對比這個郭台銘 比韓國瑜還要熟悉 但是我們不管了 其實這個東西 我都知道 郭台銘其實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說 他 因為他在富人圈 他比較有錢 那他最近又講了一件事情 他說他要課增這個富人稅 那課富人稅之後 就可以來做這個其他政策的補貼 我想問聽眾朋友 為什麼郭台銘還要講 他要課增富人稅 他要課這個有錢人的稅 他其實很簡單 他是上流社會的人 對他們來說 這裡好的人的票 他根本就不差 對他來說 他差最大的 是我們這裡的平凡 一般如你我一樣 平凡老百姓的票 那他要怎麼拿到我們的票 很簡單嘛 他都會啦 可能到我們社區來打一枚啊 對不對 那或者是這個下凡啊 到我們社區在long stay 不然他怎麼讓我們覺得有親近感 那既然親近的感覺不好拿 那怎麼辦 煽動仇恨啊 很簡單啊 台灣人平均普遍都仇富 覺得富人很那個啊 都討厭年輕人啊 那只要討厭有錢人啊 那只要哪個政治人物說 我敢這個跟富人課增富人稅 那天啊 可能民眾就會覺得說 這個有價值喔 這樣我投給他好啊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台灣民眾 普遍覺得有錢人就是不該有錢啊 我真的想不到這種邏輯在哪裡 但是 只要郭台銘喊出說 他敢課增富人稅的時候 喔 好像當下 欸真的好像會有這麼多人覺得這個 喔好像可行啊 那當然最後還是要跟大家講啊 郭台銘還有講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他說我們要趕快跟美國簽FTA 欸但是我想問一下啦 美跟美國簽FTA 你必須在很多的規範 比方說你的勞工環境啊 你的出口 你的進口 你的很多東西都要符合美國的標準 但是問題是現在郭台銘 你要簽FTA 你進白宮的時候就可以跟川普講了啊 有嗎 也沒有啊 那你要簽FTA 現在美中貿易戰之下 你根本就不敢完全站在美國那邊 你憑什麼跟美國簽FTA 你簽FTA的可能性比蔡英文還低欸 人操完英文記就知道 我們至少要親美 跟美國這邊保持密切的合作 可是你郭台銘是擺明兩邊要壓寶 你覺得美國會比較想讓蔡英文簽 還是比較想讓郭台銘簽呢 你郭台銘對美國的這個 讓美國信任的程度 不要忘了你去美國三不五時投資都跳票 美國會比較信任你嘛 這是今天要跟我們聽眾朋友來報告的 記得國民黨的最後一場國政發表 那裡面出現一些有趣的橋段 那我們也是要這個自我齁 也是要有一些想法啦 不要說政客講什麼 我們被牽著走 OK 因為這個時間的關閉我們 今天子余生活二三四 就到這邊 聽眾朋友晚安 掰掰